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哥 您这是连夜赶路吧 您怎么知道 在这看到来来往往的商客 不说有一万也有八千了 一看您就是连夜赶路 瞧您那马都累成什么样了 您的脸色可不太好 应该是赶路急的吧 能问问您这是做什么去呢 殿家 能给口水喝吗 行 谢谢您 再续一碗 来 谢谢 谢谢 北边又打仗了吧 辽军侵占了我们的家园 孩子他爹也在逃难中失散了 我带着孩子想去西边找他舅舅 这撩人也太可恶了 有什么办法呢 咱们的军队打不过人家 老百姓就受苦了 娘 娘 我饿 娘 我自带的干粮中午吃完了 要么你去附近看看 能不能讨点吃的 大叔 能不能让孩子在您这歇会儿 没问题 儿儿啊 娘去讨些米粥来给你喝 你就在这儿等娘 好吗 好吗 娘去去就来 别怕 乖 不 我不要离开娘 傻孩子 娘不会离开你的 你不是饿了吗 娘去找些吃的 就回来 不 我不要离开娘 少子孩儿就找不到娘了 娘 我不得米粥了 我不饿了 我不饿了 我不要离开娘 娘 我不饿了 娘 你要去哪儿 娘要出去一趟 我也去 孩子 你 你不能去 娘 娘 你怎么哭了 娘没事 娘要出趟远门 孩子 你不能跟娘去 你要记住 你要听话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娘 娘很快就回来 少爷 少爷 老爷等着听您背书呢 孩子 听话 快到你爹爹哪儿去 你别去了 您都哭了 出门应该高兴的 少爷 快跟我进去吧 去晚了 老爷会生气的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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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看见这镯子就是 娘在眼前 知道了 娘 孩子 快回去吧 娘 娘 娘 过几天就回来 走吧 少爷 别让老爷着急 走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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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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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去 娘 少爷 娘 你别走 你回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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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少爷 少爷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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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娘 娘 我不要离开你 你别走 娘 不要离开你 你别走 你别走 请把这个收下 当做你和孩子的盘缠 大叔 这 这不行 我 你收下吧 为了孩子 记住 不要离开你娘 就算你长大了 不害怕了 也不要离开你娘 我记住了 爷爷 拿着 一路上 要让孩子吃饱 谢谢恩人 谢谢恩人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快 孩子 给恩人磕头 孩子 你要记住 长大了 也不能离开你娘 我记住了 谢谢爷爷 再见 恩人 我王室有朝一日 便要报答您的大安大德 后悔有期 老天保佑好心的人 驾 好 马儿 为了早日找到母亲 让你不分日夜的奔老 辛苦你了 驾 驾 吃饱了 你也好好歇歇 这些天 你也累坏了 娘 您还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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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我一看就知道您是外乡人 您来本店吃饭 您是选对地方 你帮我来一碗青粥一个馒头就好 客官 一看您就是非负责贵 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特色菜 有清蒸鲫鱼 好了 我只需要一碗青粥一个馒头 如果有咸菜也可以来一点 青粥 馒头 咸菜 对 有劳了 这不是王彪爷吗 您可有日子没来小店了 来 请坐 您今儿可是 按老规矩上菜 你下去吧 好嘞 您先歇会儿 我这就去把西湖龙井给您欺上 您歇好了 你快说 老太太到底怎么样了 老太太她 总之家里挺急的 师母让我连夜给您送信来 说老太太这次有点悬 请大夫了吗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 这次是个坎儿 如果老太太能卖过去就 你别吞吞吐吐的 赶紧说 能卖过去 老太太就还有几年 要卖不过去 这次就 来了 王彪爷 您的龙井 你的粥 要不行就换个大夫 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大夫 王彪爷 您要找大夫 怎么 你认识好的 岂止是好的 那是神医啊 不过我不认识 但是我知道 后山有一位神医 据说是来隐居的 神出鬼没 很少有人见到他 你没骗我 给我十个雄心豹子胆 我也不敢骗您哪 这趟标很重要 我不能不去 这样 阿尔和三 你们俩带着金子 去找神医 小四和小五 跟着我去扬州 标车必须由我亲自送到 然后快马赶回 遵命 遵命 师父您放心 我们就算找遍深山 挖都要把这神医给挖出来 好 壮士 您是 我是路过此地 刚才听到你们的谈话 在下想说上一句 请讲 我认为你最好是亲自回去照看母亲 标车让你的徒弟押送 另派徒弟去寻找神医 兄太 你有所不知啊 干我们这一行讲的就是信誉 别人押标 看的就是我王武的这面棋 如果我不去 但凡路上有个闪失 丢的可是我小半辈子的声誉啊 跟母亲相比 你的声誉难道就这么重要 江湖上的事情你不懂 正所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我们宁可舍命 也丢不起声誉和信誉 百善孝为宪 一个人如果连孝道都行不通做不好 他还怎么跟别人讲信誉呢 我娘的病是多年的老毛病了 一年得犯好几次 用药就好 我把这一趟走标的酬金全都拿去请神医 也是一种孝心嘛 表示你不能这样做 请便吧 表示你难道不懂自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 你干什么呀你 没事你老老实实的和你的西州 不要到处惹事 你不明白我乃是为他好 去去去去去去 你别没事走事啊 要不我给您换个地儿 不用了把饭菜打包我们要赶路 好嘞 你们拿好金子一定要给我找到神医 师父放心 师父放心 我这就日夜仙城赶往扬州 回去告诉师母 我尽快赶回 是 店家 算账 你这一共是 你怎么了 啊 我的包袱呢 包袱 我放在桌上的包袱不见了 你再好好找找 本店可没有小偷 确实没有啊 我明明放在了桌上的 你的意思是 没钱给了 不是 我有钱 在我的包袱里面 你的包袱不见了 对 您就直说吧 想吃白食对不对啊 不是 我有钱 我真的有钱 就在我的包袱里 但我的包袱不见了 行了行了 别装了 赶紧给钱 我 你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劲 难怪你刚才还跟王彪爷说到半天呢 原来是想蹭白食 不是 我 那你给钱 我 我的包袱丢了 没钱是吧 走 跟我见官去 你听我说 我 你有什么话 通判去说吧 走 咱们上官府说话去 走 你快点 快点走 别磨磨蹭蹭的 见了通判尖州官 我看你怎么狡辩 什么事啊 抓了一个小偷 等着 里面再审一个吃白食的呢 有意思 官爷 吃白食该怎么判哪 那得看通判大人的心情了 进去说到半天了 还没完呢 是不是那种 点了一大桌子菜 往死里吃 恨不得吃饱一次管三年 反正没钱 吃之前就想好了 最多进官府挨几下板子的那种啊 我觉得不像 那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 老实霸交的 再说 就喝了一碗西粥 吃了一个馒头 有这么吃白食的吗 官爷 您说那人怎么 一碗西粥 一个馒头 是啊 怎么 你认识 你还是惦记着你自己吧 偷窃罪名可不小呢 我们可是人赃俱祸 官爷 能去看看吗 我偷的 可能就是那个人的包袱 那就在门口看看吧 朱寿昌 要本官相信你器官寻母 你有何证据啊 我的包袱丢了 你说你也曾经为官 你有何履历证明 或者为官信物 都在我的包袱里 那你所说的千里寻母 你要如何让本官相信 本人自幼 母亲也不信 我母亲便离开神殿 明察暗访三十余年 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 我才决定器官寻母 但刚到此地 就遗失了包袱 我的盘缠全在包袱里 这是我母亲 您走时留给我的玉琢 可当一份信物 请大人过目 好啊你 吹着宝贝 却不付饭钱 你把这个当了不就有钱了吗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信物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你吃了我家的饭 就要给钱 你给我 我去点到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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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公堂之上 其容你等胡闹 小的知错 小的知错了 这么说 你不是故意吃饭不给钱了 是的大人 我的盘缠全在我丢失的包袱里面 大人 他胡说 从今我们店开始 我就没看见他有什么包袱 大人 如果没钱吃饭 我自然不会走进饭馆 再说 我骑的那一匹粮马 现在还拴在饭馆门口 请大人明察 如果我连粥都喝不起 又怎么能有一匹粮马呢 大人 何不让他卖掉马匹 以付饭钱 你要敢在公堂之上多嘴一次就板子伺候 小的不敢 朱寿昌 现在有两个办法 第一 你卖掉粮马 偿还饭钱 第二 你就在饭馆做工三日 以偿还饭钱 冤枉啊 冤枉 怎么回事啊 回答人的话 小的也不知道啊 你有什么冤枉 小的一点都不冤枉 冤枉的是他 你说说看 怎么回事 小的名叫魏三 家住城南印马村 平时以务农为生 家中供养由老母亲一人 近日母亲病重 小的已经典荡光了所有家食 花钱就医 但是母亲病症未见好转 反而越加严重 小的被迫无奈 想到了上街偷窃 她就是被我偷窃的第一个 然后是 是 是她 结果我被当场抓住 是才听到她说千里寻母 小的感动不已 良心有愧 才斗胆闯进公堂来为她喊冤 她的包袱就在这里 快盛上来 快盛上来 大人 里面有一张本人卸任之后 继任的官员给本人开出的公文 请过目 朱大人 快快请起 好 朱大人 下官多有得罪 请见谅 那里的话 你是奉公之法 朱某人理解 朱 朱大人 你差点误导了本官 还不快给朱大人赔礼 朱大人 小的油眼不是太深 请您多担待 没事了 来 我把我的饭钱给你 你就起来拿着吧 通判大人 她也是职责所在 起来吧 还不快谢谢朱大人 谢谢朱大人 谢谢朱大人 拿着 朱大人 您的心胸真宽阔 我很惭愧 刚才那样对待您 我 我对不起您 过去的事情了 就让它过去吧 朱大人 属下官不能远送 还有案子要办 小二 回去把朱大人的马位好 明白 通判大人 她 您打算怎么判 她属于盗窃罪 应下狱服刑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 我娘怎么办呢 通判大人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请 朱大人请直言 这魏三虽然犯了国法 但她偷东西 也是为了救治病危的母亲 她这份孝心 也在情力之中 您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这 朱大人 她犯的是国法 如果咱们不惩罚她 说大了就是对国家不忠 好 您是一个好官 朱大人言重了 但请通判大人仔细想想 如果没有孝 哪儿来得忠呢 我说网开一面 并不是不惩罚的 而是换一种方式惩罚 她偷了你的包袱 让你颜面尽湿 你还这样帮她说话 下官佩服 哦 因为她家中尚有病重的母亲 无人照料 通判大人 您就念在 她一是为了母亲 二是冲犯 这一次就换一种方式惩罚她 让她以后要记住 偷东西是不对的 再苦再难 也应该靠自己的良心 靠自己的能力过火 朱大人有何高见 您看这样好吗 朱大人 您才是一个好官 好 魏三 你知罪吗 魏三知罪 按照大宋刑律 您当入狱服罪 可我娘她 我不该这么做 是我害了我娘 魏三 你想照顾你娘吗 想 好吧 本官准你回家 照顾病重的娘亲 只要能照顾我娘 您怎么样惩罚我都没关系 你记住 以后不管怎样 都不能做 有违国法 有违良心的事情 我再也不敢了 本官判罚你 在你娘亲病愈之后 你要每三天 来官府的牢狱 打扫卫生医师 你看看牢狱里面的那些 古兴犯 他们对爹娘妻儿的思念 我相信 你再也不会做坏事了 谢谢同判大人 谢谢同判大人 您的大恩大德 我魏三无以为报 魏三 你应该谢谢朱大人才对 是他为你求情的 可以 谢谢朱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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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三 朱大人 朱大人 谢谢您刚才为我解围 我可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娘 如果你下次再犯 就要重罚了 我已经知错了 再也不会如此糊涂 那就好 记住 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跟我来 去哪儿啊 走吧 我先去牵马 朱大人 您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可是全城最好的中医堂啊 走 我们帮你娘请大夫去 别别别 朱大人 这里的大夫我请不起 再说 这慈祭堂的马大夫可不是一般人能请得动的呀 跟我来 二位好 请问您是要 我们想请马大夫出诊 已经过了出诊时间了 二位请回吧 慢着 请你通报马大夫一位老人病重想请他去看看 这治病救人可是急事啊 对不住您 老爷吩咐了 过了出诊时间一律谢绝 你明天请早 那病人生病还要分时间吗 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 这一点基本的道理你们家老爷应该教过你吧 我们家老爷身体不好 每天只能看几位病人 过了时间如果继续工作 对老爷的身体有影响 二位请回吧 朱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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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吧 这些应该够马大夫的出诊费和药费了吧 你等等 我去通报医生 老爷 外面有两个人想请您出诊 你没说过了出诊的时间了吗 输了半天 他们非见您不可 把银子都拿出来了 银子 我还缺这点银子吗 打发他们走吧 我听见穷酸的一个乡下人 称呼另一个老人什么朱大人 朱府里没有姓朱的官员呢 总之那个老人说话不卑不靠 感觉挺有来头的 走 看看去 久等了 久等了 好 马大夫好 老爷 老毛病了 请别见笑啊 我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以呢 家里人为了我这身体 才定下了出诊时间的规矩 都害怕我有个什么闪失 病人家属也都能理解 如果我有点头头脑热的 也就治不了别人了 您说 对吧 对 但现在确实有一位老太太 身染重疾 需要您的妙手回春 老夫自己的身体都 你有心无力 二位请回吧 马大夫 救人要紧 其请尊驾出诊一次吧 这些银两如果不够 咱们再商量 先救人好吗 银子算不上什么 真正需要我们做大夫的帮助 就算没有银子 也会救人的 我们医者父母心嘛 救死扶伤是我们分内的事 只是 我现在的身体 静不住了 那好 那我就先把银子收起来了 请回吧 恐怕马大夫需要跟我们走一趟 去瞧一瞧这位病人 送客 请 等等 这是通判之州大人 给您的一封信 快点给我 原来是朱大人哪 要是早点让这孩子通报一声 哪来这么多客套呀 朱大人 请上座 不必了 赶紧上茶呀 不用了 马大夫 救人要紧 哦 备撤 快走 朱大人 你要是累了就上来坐马车吧 谢谢 咱们快赶路吧 驾 朱大人 您的大恩大德 我魏三就是做牛做马 都还不完呢 请受我一拜 哦 别这样 魏三 我要你记住一点 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好人 不管你的处境有多困难 永远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我记住了 朱大人请放心 我魏三对天发誓做一个好人 看来马大夫确实有真本事 他说你娘的病有致 但需要调养 来 我 我不能要 你拿着 待会还要给马大夫出诊费 剩下的你就买些好吃的 给你娘好好调养一番 朱大人 我 我 我 朱大人 您真是个好人 好 起来 好了 我走了 你娘 记住我说的话 驾 驾 好人有好报 朱大人 您一定能找到您娘 你家 大人 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